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 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上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弹以理书》四章十至二十六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 对于生活在自由和自治社会当中的人来说 神至高无上的权威 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神高于所有领导者 亦都制约住世上所有政权 和宗教领袖的权力 我们似乎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 其实神仍然是掌握住我们的 但以理由于尼布格尼萨的梦而显得惊讶 他很远转地对王来对说话 愿这个梦在王的敌人 而不是在王的身上来应验 尼布格尼萨毁灭了尤大国 但以理为什么还为这位暴君的命运 显得这么担忧呢 是因为但以理已经遥述了尼布格尼萨 因此神才会使用他 我们经常会因着受到别人的冤屈 而显得耿耿于怀 甚至对方受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行灾落祸 原谅其实意味着你已经不记舊手 你能够爱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物 你愿意服侍那些曾经错待过你的人物 求神帮助你学习去宽恕 忘记和爱 神是会通过你来改变那些人的生命的 虽然很多人普遍认为 尼布格尼萨是一位非凡的 甚至是神圣的国王 不过神在这里却揭示出 尼布格尼萨都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他将会疯癫 有很长一段时间 变得好像生畜一样 神令尼布格尼萨蒙受恥欲 去证明全能的神才是真正的万国之君 掌权的不是尼布格尼萨 一个人无论多有权势 当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出现 就会令他和神的距离越来越远 自我或者是你将要面对的最危险誘惑之一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成就 而忘记神 远离神 但以来将神赐这个梦 给尼布格尼萨王 以及王有这种经历的原因 是讲得清清楚楚的 尼布格尼萨因着骄傲 高抬自己 他做了那个巨大的金像 并且强迫所有人要去苦福 敬拜这个偶像 他心中是充满了高傲 现在神就要令他谦卑 他将会离开皇宫 流浪到草原 和野兽一起生活 完全忘记自己是谁 不过将来 神是会使他恢复正常的 先知但以来强调了神的宽大 神并没有完全地废除 或者击杀尼布格尼萨王 而是留下了恢复的希望 神并没有用极端的惩罚 令尼布格尼萨因为得到赦免和恢复的希望 而认罪悔改 神惩罚尼布格尼萨的目的 其实是要令王认识到自己的狂妄 和神的主权 从而学会谦卑地来赞尾身 只有这个目的得到成就 王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 重新登上宝座 由此可知 人的悔改或者醒悟 都不是靠人的能力 而是出自神的能力 外在的情界或者肉体的刑罚 再加上圣灵在人内心的感动 就是人悔改的两个主要原因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 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七节的内容 自我和骄傲成为了尼布格尼萨王生命中的一部分 从但以理书四章四节开始 他一直是这样说 我我我 他已经陷入了相当严重的自恋当中 神是恨恶骄傲 不过骄傲却一直是人的特质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 耶和话如此说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夸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话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 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 这是耶和话说的 神的救赎里面是没有骄傲的 当你来到基督的面前 接受救恩的时候 你是不应该有骄傲的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保罗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都没有可夸之处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 保罗又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最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七节说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在神所恒惚的排行榜当中 骄傲是名列第一的 神恒惚骄傲 针言六章十六至十九节记载 耶华华所恨惚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恨惚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杀方的舌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吐方言的假见证 并帝卿中步散纷争的人 根据肥立比书二章八节的记载 主耶稣给了我们谦卑的基本样式 就是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七节 经文记载 王呀 求你越纳我的奸言 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业 或者 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尼布格尼撒的内心相当混乱 他心中并没有平安 但以理对尼布格尼撒话 王必须悔改 离弃罪行 巴比伦王必须回转归向神 过圣洁的生活 但以理建议尼布格尼撒悔改 或者可以避免即将来到的审判 拯救的盼望 仍然在 尼布格尼撒可以得到神的平安和宁静 我认为 这里是神对尼布格尼撒最后的警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心理上情绪上不正常的现象 其实这些都是属灵问题所造成 我不是说全部问题都是属灵的问题 因为有些可以是生理上的因素 但是人在自己生命当中 看到不安的现象 大多数是跟属灵状态有关 只要他们愿意信靠基督 他们就会有平安 在为尼布格尼撒解梦之后 但以理请求王施行人证 但以理指出 罪得赦免的条件就是施行公义 怜悯穷人 但以理希望王能够接受这个条件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罪得到赦免 免受刑罚 并且是长期去维持到繁荣的生活 让巴比伦帝国成为一个充满公义和怜悯的社会 好让百姓过幸福附足的生活 这道很鲜明的表明出 神对人间世界的慈悲和怜爱 神要求王应当怜悯贫穷软弱的人 神的慈爱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上达到顶峰 但以理书四章以十八到三十节记载 这些事都临到尼布格尼撒王 过了十二个月 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 他说 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荆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尼布格尼撒 他一直没有将但以理的警告放在心中 一年恩典的时期过去了 审判终于来到 神真的很有耐性 但是恶人 是不能够明白到神的恩慈和神的忍耐 正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记载 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私刑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尼布格尼撒已经身处崩溃的边缘 他见到伟大的王国 不过神曾经告诉他 这个其实是神赐给他的江山 不过这个时候 尼布格尼撒却是说 这个就是我建造的 伟大的巴比伦王国 历史上 有过很多人 很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王国 他们跟着就很骄傲的 看着所建造的王国 享受一番 一位老牧师建议年轻传道人说 注意 你们不要费尽心思 想将教会建立成一个小王国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有这样的观念 不过老实告诉你们 我的不安 我的不快 从来没有像当时那么强烈 过了一段时间 一位年轻传道人才了解得到 原来自己一直想建造小王国 不过神不要他这样做 因为他的服事 是要建造人内在的属灵生命 而不是费尽力气 建造一个爱在豪华 看来伟大的王国 于是老牧师又再告诉年轻传道人 当你开始去建造人的生命的时候 神就会成就 祂要你做的事情 因为尼布格尼撒王 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极度骄傲 因此 但以你的解蒙 就如实的得以成就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 以下两点的教训 第一 骄傲的人 必定因着自己的骄傲 而受到神的惩戒 第二 离开神的人 所享受的繁华 其实都是短暂而虚妄的 诗篇103篇5节记载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应返老还同 比特前书一章24到25节记载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荣 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雕姐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尼布甲尼撒王一番骄傲的表白 就证明了 但以理所解的梦 当中的真实性 和历史性 但以理书四章28至30节 经文当中说过 过了12个月 二先 就是指神已经给了 尼布甲尼撒王有充分的时间 和机会去改变他的态度 游行在巴比伦皇宫里 是指尼布甲尼撒所居住的 皇宫的屋顶 一般来说 皇宫都预备了 给皇散步的平坦的屋顶 皇游行在屋顶 暗示尼布甲尼撒时代 国泰文安 并且皇权达到顶峰 导致这位皇极度狂傲 皇在屋顶上跳望自己建造的 宏伟成一 内心不由自主 滋生出骄傲 于是就夸赞自己的能力 权势 荣耀 皇的这种狂傲 最终招致神的情解 令他淪落到有如野兽 一样的悲惨境况 但以理书四章31至33节记载 这话在皇口中尚未说远 有声音从天降下说 尼布甲尼撒王呀 有话对尼说 你的国位离开尼了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吃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刺与谁就刺与谁 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吃草如牛 身被天露滴室 头发掌场 好象英武 指甲掌场 鱼童鸟爪 在皇口中 意思是说皇都未曾很骄傲地 说完自己功劳 说完自己业绩之前 事情就发生了 强调神所降烈露的那种快速性 信奸性 圣任从天降下 暗示尼布甲尼撒的精神状态 乃是出于神主权性的管理 你的国位离开你 这一句就宣布了 尼布甲尼撒将会失去统治地位 沦落到有如野兽一样的处境 很鲜明的对照出人的有限性 和神永远的主权 尼布甲尼撒离开了宫殿 住在大自然 神亲自惩罚他 当他失去正常和理性的时候 他也失去自己的皇国 当时精神不正常的人 是要被赶逐出去 而不是放在医院去接受治疗 一般情况之下 尼布甲尼撒永远都不可能 恢复皇位 但是神应许过 在他学会教训之后 就可以复养 而历史证实了 尼布甲尼撒生命当中 这一段的事件 有历史学家 在他赞写的书籍当中说过 尼布甲尼撒死前 曾经被一种奇怪的疾病所折磨 但以理书四章三十四节 经文记载 日子满足 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 我的聪明 復归于我 我便称重至高者 赞美尊敬 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永有的 他的国传到万代 尼布甲尼撒的理智恢复了 他加上这几句说话 补充自己在这一张经文开始的时候所作的见证 王因着神的恩典 病得到恢复 以谦卑的心来赞美神 这段经文表现出神对人类的治爱 神真心的期望 人悔改以致得救 同时这段经文又突出了 人所遭遇的痛苦或者灾祸 并不是毫无意义 而是为了锻炼人 令人更加成熟 这段经文也都教导我们 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当中 追随神的圣徒 都要靠神的慈爱 并且接纳自己的处境 从而向神感恩 日子满足 意思是神所定的懲罚期限 即是七期结束 神将悔改归向神的时间 赐了给王 彰显出神的慈爱和怜悯 举目忘天 意思是尼布甲尼撒 必定会悔改凝聚 高举耶和华神 尼布甲尼撒的状态 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 来寻找到神 因此唯有神的恩典和工作 能够让他悔改 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 他愿以万人得救 明白真度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记载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担言 其实不是担言 乃是欢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 经文记载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 怕都凭自己的义指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 或问他说 你作什么呢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这句的二线 是说 如果和神的绝对性和全能来到相比 再多的世人 和再大的力量 其实都是没有蜡烛之地的 天上的万军 是指天上的属灵存在 即是说天使 与地上的居民 是形成了对比 这里强调神的主权 并不是局限于在这个世界 其实包括灵界在内 整个宇宙都在神的主权之中 无人能拦住他手 或问他说 你作什么呢 这句的意思就是指 没有一个人 可以来到干涉神的护理 神的工作 世人的确可以作出一些改变 又或者用他们的呼吁 用他们的行动 更改到世俗统治者的命令 但是 任何人都不能够取消到神的审判 更加无办法去逃避 来自神的审判 现在 尼布格尼撒终于明白 是神在掌管着宇宙万物 而尼布格尼撒 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并且 并且承认 并且承认 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他原本骄傲的心 现在 降伏在神的旨意之下 这也是所有信徒都应该做的事情 但以理书四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 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 我又得建立在国为上 致大的权并加增于我 现在我尼布格尼撒 赞美 尊崇 恭敬 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作的 全都诚实 他所行的 也都公平 雅行动骄傲的 他能降为悲 这个时候尼布格尼撒恢复他的理智 也都恢复了他作为巴比伦王的地位 他的官员再一次的围绕在他身边 他不在这段时间 其实国家并没有陷入危机 还加争到更多的威严 因为他最终认识到永活的真身 尼布格尼撒因为恢复聪明 他重新拥有君王的权威和宝座 光耀 意思是指面上光芒四射 当王癫狂的时候 相信他的面孔是极其污蔑 现在他就洁净 而且是光亮的 光照 同时也都象征着一个辉煌的王权 天上的王 这句在圣经当中 只是在这里出现过 他是来自外邦宗教的多神论思想 而不是来自圣经的思想 尼布格尼撒王他赞美神 并非因为他真正悔改而相信神 而是作为一个人 他要赞美神 医治自己的能力和主权 那行动骄傲的 他能降为悲 尼布格尼撒这番表白 是出于自己本人的经历 当中显明出神审判的特性 神令骄傲的人降悲 并且高举软弱卑微的人 这一个案是圣经当中 多次强调的重要主题之一 如实地体现出 神喜悦谦卑的人 和心灵贫乏的人 并且借他们成就自己的旨意和工作 哥林多前书一章27到28节说 神却简选了世上愚绝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简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简选了世上悲賤的 被人厌惑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经文的讲解研习 我们今天停在这里 约定听众朋友 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保识你 有故事的声音 收播cast 请不吝点赞福保识你